嘿,家人们,这里是娱乐视法男生版 今天咱们继续来说任嘉伦 家人们知道吗? 任嘉伦的酷戏感染力超强 用演技证明实力 在小编看来,任嘉伦就是这样真实的样子感动着我 嘉伦一定要呈现出更多更好的角色 感觉他就是那种共情事的演员 演戏的时候完全把自己沉浸在剧里 不过,感觉这种方式挺伤身的 所以很敬畏他 任嘉伦浅谈酷戏 曾经说,每一次的悲伤背后都有无数的心酸和努力 自律又正能量的国超 谁不喜欢,大家说呢 其实呢,任嘉伦这几年的发展可以说非常的快 他的影视作品也是一部接着一部 基本上都是手里的 作品还没有拍完 下一部的作品都已经确定下来了 所以他基本上一年下来 也就是在杀青的时候休息几天 还得去参加一些活动 其余时间都在剧里 可是嘉伦们知道吗? 他也是很多导演都喜欢合作的男艺人之一 因为他和他老婆的感情稳定 他老婆常常去探班 私生活呢也很干净 所以不容易翻车 不用担心作品 因为他被写藏 哦,对了 今天是情人节哦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哟 今天呢,小编看到了任嘉伦给粉丝的一些回复 还有他的一些国超文集 都是对粉丝的祝福 不管是新粉丝还是老粉丝呢 嘉伦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喜欢和守护着大家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任嘉伦对粉丝的回复哟 同样呢,也有家人们送上的祝福哦 其实呢,有太多的感谢嘉伦的话 我无法用言语去表达 所幸就在一切尽在不言中吧 感恩遇见你们,有你们真好 没想到因为一部剧我们相识 一入坑,再也不想出坑了 衷心感谢家人们对嘉伦默默的支持 我们所有家人永远都是嘉伦最强有力的后盾 无论任何时候,无容置疑 希望嘉伦越来越好 新剧能早点上映 也希望家人们身体健康 一切顺利,爱你们哦 那么家人们,有什么想对任嘉伦的节日祝福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